今天是7月20日,星期六 一周股市的大市應該會相當短 因為過去一個星期,香港市場很安靜 大家知道成交只有六百多億 連美股也很安靜 美股在等待FRED會減息,真的沒有大新聞 我抽了幾宗值得說的,出來和大家說的無關的 所以今天的一周股市大市是相當短的 其他的我就不說了,根據慣例,大家看過影角幕就可以了 第一件事就說有讀者希望我做一個美股的投資組合 其實問題不大,因為我一向都有看 最多晚上看多點Boomberg的 看多點BoombergTV 因為我有錢我是有的,我自己是長期訂閱的 沒有問題的 但是大家首先要明白一件事,香港人 你說有五、六百萬以上港幣 港幣的港股組合的人很多 甚至一千萬的都應該有不少 但是你說美股應該不是那麼多 除非你是基金經理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大家給我一些feedback 你想不想我做一個美股的投資組合 如果想的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就會和港股有些不同 因為港股無論是鑽石狗也好 無論是銀翼也好 無論是六大核心持股也好 這三個港股的組合我都是 我持有的股票應該是裡面的85% 但是美股呢,我的比例是少很多 為什麼呢?第一件事就是 其實美股的手續費是很高的 手續費是很高的 大家知道一次買賣可能是三百多元 四百元港幣都有的 我以前用DBS 我也有用中銀國際買賣美股 所以你說要定定這個組合的規模 其實也有些問題 我自己初步想著 如果大家是OK的 即是反應二烈的話 那我就有兩個意見 一個就是五十萬美金起步 一個就是一百萬美金開始 因為如果你用十幾萬美金那些是沒有用的 因為美國是計美金的 很多大股是過百美金一股的 那當然,美股你買一股都可以的 你買一股都可以的 但是沒有什麼意思 你買了十幾股 所以我就有兩個推薦 第一就是 大家多不多讀者贊成做個美股組合 如果多的話 大家就給我一些 feedback 第二就是 如果你做這個組合 那我有兩個意見 一個就是一百萬美金 一個就是五十萬美金 開始 那就看看大家給我一些意見 看看做誰或者做不做 那我就會在下一期 即是下個星期的 香港財經R 美股財經R 就告訴大家 究竟那個feedback是怎樣 那如果那個feedback是好的 那就可以等回那個時間 就開始做 那沒有什麼分別的 因為其實我一向都有跟開美股 那我自己也持有部分的美股 那當然我持有的美股 是不及我的港股多的 那看看大家的意欲是怎樣 大家給我一些意見 好嗎 那另外一個就是 百威 很明顯 百威在香港是不夠費的 他之所以不上市 因為有一些機構投資者 臨時抽費 臨時抽費的意思 就是不認購 那他根本都不足額認購 那他就上不了市 你本來是籌100億美金的 那你籌得50億美金就沒用 那但是百威 你見到他其實負債是很高的 買了segment之後 有報道就說他的負債是過千億美金的 過千億美金 很重要的大哥 那所以呢 他昨天宣布了把百威澳洲啤酒的業務 賣了給日本的朝日 作價是八百八十幾億 我想可能是 應該是港幣 應該是港幣 那大家知道其實百威澳洲的生意是挺好的 他在澳洲很多人喝 Budwiser的啤酒 就是Corona的啤酒 那你見到他呢 都要這樣賣出去的話 你可想而知 他是幾等錢用 亦都有可能 其實他雙線並行 即是當時 香港雜資上市一個 賣澳洲一個 因為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如果他的借太高的話 你真是自己計到這條數 即是你不賣資產 坦白說你真的還不到債 還不到息 你都還不到息 那怎麼辦呢 那所以估計 現在已經有大庵估計 其實百威不只會賣澳洲業務 他亦都可能會賣其他的業務 很多 你知道百威差不多全球性 差不多全世界都有百威啤酒 即是他可能會賣出更多的 其他亞太地區的業務 去幫他自己減債 因為那個債務真的太重 那所以大家說我 就是百威在香港上不了市 但是 是不是一件壞事 其實是未必的 即是你為何這麼心急幫人還債 你把錢放進去 大部分可能每一個月 每一季的收入外了還債 不如你等他 那些債還得七七八八 沒問題了 賺回來的錢 可以放回股價 給股東 你才買都沒錢 不用這麼心急 為什麼這麼心急要 要入錢給別人還債 所以我覺得他上不了市 未必是一件壞事 對香港的股民來說 好,接著這個是個笑料 大家知道華為好像放生了 開始有一些 當然華為是未踢出 美國的不信任名單 或者黑名單的 list 但是已經說 一些低端的無關重要的晶片 可以賣給華為 之前 吹到華為的鴻蒙系統 沒有了Android 都不怕 現在那個 發言人 走出來 原來這個鴻蒙系統 不是給手機用的 原來這個鴻蒙系統 根據他的發言人所說 這個系統很強大 time lag的時間很少 不過一件事 原來是用在工業的 哈哈 因為那時候 之前說的 是別人不讓你用Android 問你有什麼可以替代 你告訴他 你是一個鴻蒙系統 表現你的鴻蒙系統 都不是用了手機 你說來做什麼 我們早就已經說了 這些笑料公司來的 根本上 他是沒有這些系統的 沒有的 他根本都不敢拿出來 我們已經說過 如果他是很像Android 那就一定是說人家抄的 因為Android已經十年了 如果他不像Android 那就看看你走得怎樣 你走得好 你應該拿出來 你走得不好 那你說什麼 他現在說的 還笑著 原來這個系統 是用在工業上的 那你說來做什麼 這些大陸的 一句都說了 就抄別人的東西出來 不簡單 你說到自己這麼厲害 你拿一些新東西出來 你一樣新東西都沒有 坦白說 如果封他去 他真的會死 真的會死 現在大家 看回手機設備股 不要以為 龍出生天 因為 很多都是未踢出 那個list裡面 因為手機 牽涉到國家安全 我相信美國是不會放的 美國是不會放你中國的 所以大家如果繼續想 覺得手機設備股 是有機會大反彈的話 那你自己要想清楚 接著我們就要說Netflix Netflix在上個星期 突然間單日大跌11% 市場都比較惡然 大陸一天跌11%很厲害 那其實為什麼 Netflix會突然間大跌呢 主要原因就是 它第二季的上客人數 即subscriber的數量 增長只有270萬人 但是它之前對上一季 是500萬人 沒有這樣一半 所以股價單日大跌11% 我有一點點覺得 Netflix 大家如果看回資料 其實Netflix 它的股價 什麼時候開始上升呢 就差不多是 10年前左右 10年前左右 即是2010年左右 開始上升 它是由 16-17美元起步 很誇張的 升到300多美元 但是我覺得 有可能它的高增長已經過了 有可能它的高增長已經過了 因為你想想一件事 現在來說 我們上網看電影的 譬如說 我在Google 租過電影的 28港幣 就任你看 對不對 在外國 其實他們都是 可能幾元租一套 當然在講美金 或者 包月的 我給幾百美金一個月 整家人 但是一件事 如果你一加價 因為 競爭很大 不僅只有Netflix 才能做到 Google 又在做 現在 蘋果又在做 很多 不同 大家只不過是鬥快出一些 最新的電影 這樣 變成一件事 如果它仍然 不加價的話 但是它的固定成本 會追上來 那間公司就不行了 等於我們以前 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 很流行租貸 那些業務 也是十年 十年 八年之後 慢慢得到 為什麼呢 開始 就有影碟 影碟 影碟之後 互聯網 互聯網之後 就4G 4G 現在5G 你要在電視機前面看 你在家裡看 現在不是了 現在你可以出街看 現在有5G 你出街看也不夠快 你一會兒 就整部影片 下載給你看 什麼時候都可以 什麼時候都可以 這樣的話 我覺得Netflix 那個 就是隨著它那個 生命周期 和那個競爭者走出來的話 我覺得它那個 product cycle 可能差不多 可能差不多 那當然它大了 對不對 但是你也不要忘記說 如果有其他 都做回它同一件事 譬如說 Google正在做 蘋果正在做 其他串流的公司正在做 其實是很大的問題 即是盈利 可能有一間沒有起的話 它一聲跌倒不停 因為你看影碟這些 不是必需品 也沒有專利 即是它賣專利權 給Netflix賣也可以 它賣給Google也可以 它賣給蘋果也可以 所以我覺得它那個 高爭總期可能已經過了 但是當然 爛船它都有三斤釘 但是它現在要加價的原因 就是在這裡 即是它們很清楚一件事 這些網上媒體 其實坦白說 它的價錢很重要 因為那套戲的質素 大家都一樣 對不對 即是我現在去看Fox Movie 只不過是舊片 全部都是高清的 即是競爭太多 而你不是必需品 所以大家密切留意著Netflix 即是怕有什麼轉勢的話 可能股價會有些比較明顯的下跌 都不出奇 接著我們一定要說Microsoft Microsoft的股價其實是很厲害的 我們之前都說過 Microsoft 由2014年的股價 即是低沉完之後 Microsoft Microsoft的34元 股價 升到去昨天136元 升了整整100元 即是三倍 那Microsoft為什麼可以做到呢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以往的Microsoft sell些什麼做全球霸主 Windows Work Excel 它Microsoft的email PowerPoint 這些就是它殺死的 但是自從Gmail那些走出來之後 再變成行動office的話 它就釘了一個 但是Microsoft經過改革之後 現在完全不 即是 有一些商用的 它仍然是霸主 譬如PowerPoint 譬如這個 Excel Work 我仍然覺得它是最厲害的 但是 某一些地方 它搶回不少山頭 例如 雲業務 雲業務它真的搶回了很多山頭 在這四五年裡面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手機 應該說是平板 和Notebook Service 買得非常好 我都用過一下 不錯的 貴了少少 但是那些東西很好用 還有 我們用開Windows 你也可以配Android 可以 第三 我一定要讚它 就是Xbox 由第一部 我擁有Xbox 到今天 已經接近 差不多 我想十幾年了已經是 你看到Xbox的遊戲 是越來越多的 還有那個畫質 因為它有個PC的優勢在這裡 它兩個平台很容易互換的 即是你玩Xbox也可以 你在PC玩也可以 其實那個畫質是一樣的 這個比PlayStation好很多 為什麼呢 PlayStation 你始終一件事 你只能夠在這個主機玩 但是一件事 微軟 可以在那個電腦裡面玩 那麼很多PC遊戲呢 PlayStation 就做不到 你看到這幾年呢 它的主機是越來越做得好 那些遊戲是越來越多的 這件事我真的要讚它 那麼在這三大引擎之下 你看到Microsoft股價 升了三倍 三倍就升了股價 三倍幾 如果大家持有Microsoft股票 就不要放了 我覺得還未盡的 就是它還有很多可以發揮得到的 那真的這個 怎麼說呢 就是有些公司是會翻生的 不過呢 你就要等一段時間 因為大家知道Gmail幾時興起 差不多0 0 5、0、6年的時間 開始有Gmail 那麼 微軟倒了多久呢 微軟都由04、05年開始倒 倒到去2014年 那麼有10年 很多的Cycle都是10年的 好 那麼今天短短的就差不多了 那麼就 講完 那麼因為就是 要講的東西不是太多 那麼其他的 大家看回螢光幕就OK了 那麼大家給我一個feedback 那麼究竟大家 多不多讀者是想我做一個美股的投資組合 如果想的話 大家想做一個50萬美金的 還是100萬美金 還是有些你們自己的想法都可以在YouTube留言告訴我 好 那麼我綜合完之後 下個禮拜的香港財英R和美股財英R就會和大家匯報 好嗎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的鑽石狗組合 那麼 年複合增長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的投資日誌的網誌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的收費版 那麼如果大家想訂閱我們的收費版的話 就可以跟回螢光幕的指示了 好嗎 好 那麼這個星期四個節目我們做完了 那麼如果大家要留言的話 可以在YouTube留言也可以 網誌也可以 或者email給我也可以 那麼如果大家想去這個書展的話 那麼你可以今天去也可以 明天去也可以 去到下個星期的 那麼大家可能要早一點去 因為我相信星期六日是會比較多人的 還有現在那個天氣很熱 非常之熱 那麼下雨呢 就是下雨去到三十幾度的 那麼所以大家早點去 就不用在天橋裡吐那麼久了 好嗎 好 那麼多謝大家這個星期 聽完四個節目 下個星期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